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小知识 从首相当中明堂位置的高低大小 可以看出你一生财运的多少 明堂的位置如果是有一些乱门遏制冲破 那么身体健假 精神衰弱 消化系统功能比较差 那么如果是杂乱比较多 有一些杂门干扰明堂的位置 表示一生多坎坷 多劳少祸 此处也不宜过度的僵硬和高托 如果是缺乏弹性 心性不佳 容易独断专行 刚被自用 自私自利 明堂处有志有疤痕的人 往往是容易中年 容易有一些灾难 那么首掌的中心部位 是八卦九宫当中的明堂 位置首相当中的心脏中心 那么首中心的纹路包括生命线 智慧线和感情线 事业线相互交叉 那么首掌当中自然伸直 明堂处低洼 代表拥有财库 一生钱财无忧 首掌伸直之后 明堂处可以存在住水 一生衣食不愁 一般八卦风龙 明堂处低洼是最合适的 就是说其他的地方要高度饱满 唯独这个地方要凹进去 明堂处的气色最喜是红润 柔软有弹性 最忌讳的是生硬高途 那么明堂处气色红润光泽 柔软有弹性 说明这个正在走好运 运势平顺心想事成 明堂处洞 这个八宫的街洞 就是说明堂处是 这个一发牵动全身 就是这个明堂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出现这种口字文 是有钱有势有福 明堂处身陷平坦 色则红黄者 可谓说是万事顺达 喜事重来 而且呢 这个明堂处的这个 出现这种红黄色 那么就是诸事吉祥 就是从色则来看 明堂处也是有一些 这个基本的要求的 好了 有关这个明堂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界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